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晚上 已经是7月11日的深夜了 我想播出的时候是12日凌晨的桑普论症 希望大家收到桑普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订阅youtube, patreon, 看完广告, 看完这段片 以及利用superfinance function 赞助支持本人的不厌其烦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今天就是讲什么呢? 就是讲关于美国第四度延长对香港的紧急状态 中国外交部的战狼反击 就攻击美国被迫害妄想症 这个十足是丁蟹逻辑 就是把名欺负你 你说你被我欺负, 你把名是被迫害妄想症 冤我的, 是不是? 凡人冤我,冤我欲我, 坚决面对不协落 这就是丁蟹逻辑 当然那首歌和丁蟹无关 所以有这样的情况 你看到这一点代表什么呢? 我知道呢, 你大家看我的节目都知道 我不是一个呢 即是觉得拜登 哇, 惊惊惊惊的人 我不是那些人 你知道呢, 香港出去的一些评论人 很多都对拜登呢 直树无纸的 反对这些川普的专制 多鱼 我会觉得这件事完全是荒谬的 我不是拜登的支持者 这个肯定的 我亦都觉得 这个拜登有越来越严重的认知衰退问题 而这些从郭峰的证据看到 一直讲这么久 很多阻交就批评我 是不是? 现在, 你们那些什么 纽约时报 一场辩论 你觉得是一场辩论的问题吗? 你觉得是那个辩论 那一场的问题 它持续这么久的问题 整班主流媒体一直讲 拜登那些所谓的好话 那我说他有问题 但 我时刻都强调这点 反对中国支持香港人 是美国的国策 是跨党派的共识 即使美国的总统拜登 是多么不堪 但呢 他依然on the calendar 他的幕僚 他整个白宫 整个体制 依然是work的 他都会记得 要第四度延长 对香港的紧急状态 就是我们批评拜登 不等于我们批评美国 支持香港 反中共 是美国跨党派共识 这点要捉得很准 他们的手段 力度 会不会 就是说 表里不一 会不会 就是做些很笨 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OK 但我会认为 大家不要忘记 即使拜登 不能不能视视 就是视察的事 视情的事 视察 视情 不能视事 不能够去 就是 用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 又拒绝做认知测事 但是他本身 他整个白工的团队 依然会记得发出 这个第四条现象 他都懂得签名的 他没有起到这么离谱的地步 OK 我会认为这样 他会有些征像 就是像一些老人痴癌症的前期 就是他不是老人痴癌症 是老人痴癌症之前出现的状况 这件事是否不可逆呢 这件事是否可以延缓呢 他就问医生 那这个情况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风险出现 是的 每个人都有风险出现这些事情 但我就说 这件事对他不幸 但对美国更加不幸 但怎样都不幸 美国的民主机制 是可以使到他的不幸 不会影响到他对于事物的判断 我知道最近 这个佩洛西就说 他要尽快做决定了 喂 人家已经做了决定了 你看看 无数次打上CNN 说他不会退选了 做了决定了 佩洛西还说 希望他尽快做决定了 尽快做什么决定 已经做了决定了 对不对 然后那个什么 这个George Cooney 一个很出名的演员 也都说 希望他退选了 其实迪士尼跳出来 你会看到这帮华尔街集团 直屋集团 深层政府正在启动 去推他下台 甚至没有说 之前奥巴马都知道了 暗示就是说 可能会用奥巴马的夫人 Michelle Obama出来选 各位 如果你在任何的选举里面 这些是输硬的 因为为什么呢 选举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要有很大的意志力 向前冲 OK 如果你不是向前冲的话 你至于民主党最后通过党代表大会 8月就是了 今天是7月12日 你都未出来说要参选 这就很难看 而且你屡次说过 你不会跟拜登竞争 所以你怎么赢呢 拜登原先的支持者 转头到你的地方 你不投票呢 而他们不投票的话 那你就输了 或者若干程度不投票 你已经输了 所以我就是说 民主党搞到乱七八糟 这些东西 这个所谓的 跟中共单挑CNN 阿特兰大的这场辩论会 谁发起 谁设定规则 谁会休息两次的 拜登 有些问题 早已外舍 理不理 回到六日大卫营 马里兰 你没得咬 又说时差 六日了 那你一世人都在时差入变 即你做国务卿 你日日都在时差入变 所以这件事很难看 吃伤难看 OK Kamander Harris 或者Michelle Obama 现在未知道 但拜登会不会有选 都不知道 但我已经认为 拜登不肯退的话 那就是什么都不用说的 一定是他的 你要逼到他自愿退位 那你要逼到他一定的利益 你不逼到他金主各方面的利益 很难 而且他站硬的话 难道金主不支持他 他是倒这一点 所以你问我 他会继续选的机会比较大 到我今天的判断都是这样 OK 你问我 当然他继续选就更加好 OK 这个是很有趣 其他人 为何要出来 我要选呢 是为了四年之后的游戏去玩 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 OK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 这个就是大局 好了 拜登对香港都眷顾的 刚刚开始说 他就7月10日发出通告 说中国近期动作从基本上 破坏香港自治 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经济 构成异常及特殊的威胁 因此决定 将美国对香港颁布的紧急状态 延长多一年 即是继续取消或暂停 美国法律给予香港的特殊及优惠的待遇 这一点是很清晰的一种宣示 这个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川普的时代 2020年7月14日 因应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 颁布13936号的行政命令 这个很出名 我想你所有做香港工作 在美国工作 不可以忘记13936号 其实很容易记的数字 13936 对香港颁布紧急状态令 根据紧急状态令的 香港正常化总统行政指令 是根据美国的 香港人权民主法 和香港自治法等美国法律 取消或暂停 美国法律给予香港的特殊及优惠待遇 这些完全是美国片面比的 OK 给你就去拿走 承认你是香港自治的地方 你才有所谓的 和中国不同的一种 美国的贸易政策 美国贸易政策 在于关税 配额等等的东西 美国再不将香港 视为独立自治的 或者自治的实体 没有任何有关的特殊及优惠待遇 现在还可以给香港人 透过去美国总领事馆 申请到签证那方面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 基本上是随时可以收回的 所以说 香港现在的情况越恶化 人家可以越撤销对香港人的帮助 但美国没有这么做 因为签证这件事牵涉到人 贸易这件事牵涉到整个国策 两件事是不同的 所以它有分别看待 而侵侵有这样的做法 拜登是上台之后一直延续的 我都肯定这件事的 一直延续有关做法 那星期三发出通知 说白宫第四度延长 对香港的紧急状态令 通知措辞和以前一样的 但当然一如既往 中国外交部駐港公署 又出来漆 他发表一份 今天发表一份 11号 外交部駐港公署证告美方 被迫害网商政可以优异的声明 对白宫再次延长 对香港紧急状态令 较较强烈 不满坚决反对 赞扬港版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法法 令香港维护国安全屏障 进一步捉牢 批评美国被迫害网商政 越来越严重 警告美方 以港压华逃谋注定徒劳无功 要求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各位 如果以港压华逃谋注定徒劳无功 那你为什么要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一定是有用的 你才停止插手 意思是什么呢 前后矛盾邏輯不一 如果你认为以港压华逃谋 是徒劳无功的 那你不觉得 哈哈哈哈就算了 但你不是 肯定伤到你 伤到你五臟六腑 于是你才叫人 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所以 共产党 是置得中国逻辑 是没有逻辑的 另一方面 特区政府批评 美国诋毁香港特区政府 官彻落实香港国安法 强调港府会一如既往坚定不移 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 以及维护国安全条例等国安法 这是垃圾的说法 同时大家知道了 对中港澳台湾行政院陆委会 已经在27日627 调升对中港澳的警示为橙色 建议民众非必要 就不要去客旅行的 这个是 就是很多国民党 民众党的立委说 政治凌家旅游 其实是荒谬的 因为你看看美国 美国去年已担心 中国国安法造成不确定风险 提升中国的旅游警示到第三级 非必要物前往 我想台湾在等这种东西 而何况 南韩也发出旅游警示 7月1日起 入境中国可能被任意检查手机 任意拘捕 爱尔兰、加拿大、澳洲 近期都更新旅游的警示为高度谨慎 也相当重要 英国 也特别提醒民众 要注意中国政局和国家安全法 前往中国需要注意 对政治和文化的敏感度 如果发表或表达支持 批评中国或中国当局的政治言论 可能会被视为违法 希望大家都明白这一点 OK 所以这就是英国再次呼吁的一件事 除此之外 也可以跟大家在这一节短点说完 就是关于英国关注港人的组织 HKW的其中一个赞助人 魏善婷 Catherine West 他是被获委任 成为新一届政府 即是工党选出大选之后 委任官员 他被委任为外交联邦及發展部的政务次官 这是重要的职位 工党为善婷在野时 已经是影子 政府里面的影子 亚太国务大臣 今次委任明显是第二级 但这些比较级别是没有意思的 官方没有公布他职责范围 我现在预计他是专提亚洲事务 包括中国、香港 卫善婷过去不是发表 是过去不是发表 批评中国及支持香港的言论 他在前年2022年的10月 中国转曼城领事馆出现反乘近来的示威 有香港人被围咬 当时是时任影子国务大臣的他 他说 我之前就向外交联邦及发展办公室 提出保护在英国的香港人 这将会在紧急议会提出 今年5月 他以香港监察、香港watch 赞助人及影子大臣的身份 出席下议院就英国对中国政策的会议 他说 香港法治已经被损害 并提到Jimmy Lai、黎智英的案件 强调黎智英持续因出于政治动革的控制而被关押 当然 汤渣华当时质疑 慰善婷的有明显的政治立场 那别人从政几个明显的政治立场 辞去香港监察的闲头比较好 和你7世纪 汤渣华 是不是 人家像不像一个香港监察的头衔 和你无关 和香港监察正正正的政治事务 难道香港监察开餐厅 开善堂 正在做政治事务 有什么问题? 汤渣华 你吃屎 你這些人不只是決得 總是無能 連一個根本的反駁都沒有 而香港的保安局前局長黎棟郭 就認為要再觀望 當時是這樣看的 這些說法 會看到一個很重要的點是什麼呢 有一個人關心香港的 終於做到英國政府 或者工黨現在新政府的 外交聯邦及發展部的政務次官 起碼是好事 起碼是OK 當然大家會開心 但記住 一件事 兩件事要重要 一 每一個政府 在野的時候可以一套 在潮的時候可以一套 不執政的時候可以一套 執政的時候可以另一套 OK 你要表裡如一 你要一如既往這樣做的 是一個plus 是一個異數 不是上數 上數就是說 在野的時候 什麼都有 就好像大家看英國大選 自由民主黨這個左交政黨 基本上都支持香港議題的 最支持香港議題 可能 你看那些人 很多人支持自由民主黨 OK 但是英國基本上 左右 左右派的競爭 還有有能者 與沒有能者之間的競爭 香港議題 是香港社群裡面的議題 在英國整個大選裡面 是一個重要議題 但是影響的東西 就是幾十萬的選民 分散在不同地方 OK 那麼這些選民來說 香港會不會因為這樣 香港議題而投票 混合 因為它住在英國 關心英國的政治 香港希望每一個政黨 是bipartisan support 跨黨派都支持 不會在自由民主黨 工黨 保守黨各方面去做比較 跟著挑撥來 支持誰不支持誰 其實你支持哪個政黨 很多跟那個政黨 對英國內政的 內政外交和能力有關 而跟這個對香港的事情 未必有正相關 因為很多的政黨 都有人支持香港 而最終你投什麼人票 基本上 它那個隱憾 會對現這件事 都有很多不確定性 This is politics 我很尊重很多 在英國做Vote for Hong Kong的人 就是希望將香港的議題 帶到他們的政治 agenda裡面 這個是好事 但是我們不會去說 你折惹的 我們要監察你 下隔你不是 你不幫香港的話 不投你票 當然可以這樣說 但是人家說真的 有太多 因為政治有一個cluster 香港只是一個其中的議題 因為很多的 交通、房屋、稅 各方面的事情 就業情況那方面 香港人面對的事情 可能很多東西 而不是可以單一 他不對現香港議題承諾 所以不投他票 那這件事 過度簡單化一些政治的操作 但是當然 組織要這樣推動這件事 我是覺得支持的 即有人這樣倡議是支持的 但事實上 世界的運行規律是更加複雜的 好 一個人 不在執政的地位 變成執政地位 會不會一如既往呢 這個是二數 不是常數 第二件事呢 就是英國本身 和美國 中國的地位 他怎麼去抖呢 今天如果英國工黨 繼續 綏靜政策 繼續好似Richie Suna 那樣 Richie Suna 即是新衛城 說是關閉孔子學院 都沒有關閉了 那現在 今天工黨 是不是關閉孔子學院呢 是否撤除 清除共諜呢 是否對抗原從標呢 是否要整走ETO呢 這些是我們看的指標 我們看時工 而英國做了這個外交的次官 是否能夠發揮到這個功能呢 是否真的能夠 形成跨黨派的共識 貫徹跨黨派達成的共識 然後你現在當政了 是否能夠將這些推動出來呢 而很多東西 是因為 希望大家 英國的朋友 也都可以在你的地方 關注他們 能否對現這些承諾 當然 所以我都說政治很複雜的 但是呢 希望關注他們能夠施壓 我呢 由始終 from day one to now 我不看好英國的 你問我 如果要做香港人的議題 OK 我覺得兩個地方很重要 一個是美國 一個是台灣 OK 其他的地方 我當然appreciate 很多人做香港的議題 加拿大也有 日本啊 英國 什麼都有人 但是最能夠 在這個地方做擴充 保住自己的國家 援助香港的 我想這兩個地方是最關鍵的 當然 英國加拿大的移民政策 對大家很有利 但我現在講的 不是給大家移民的東西 是我說的是光復之路 我說的是光復之路 不是說給大家settlement的問題 settlement的英國和加拿大幫很多了 但是我覺得真的燈塔 要做的呢 應該啊 是要美國和台灣 做得好遠不好 大家可以去評價 但是這兩個是最關鍵的惡實 一個是最核心的 世界民主自由的領袖 一個是 在前線的前售燈塔 兩件事很重要的 我覺得在現在的情況下 工黨 英國工黨能夠勝出 固然祝福 但是英國的國策 是會 真的會脫離中國嗎 真的會 de-risking de-coupling嗎 我會覺得 口衛實不自然 很多 我對工黨的政府 和保守黨政府的比較 我認為 就是說 講出來的leap surface 很類似的 那我們就密切觀察了 英國工黨會不會 做一條比較抗中的路線 我覺得未必會 你看回 它的很多的政治人物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選舉的時候 其實就是支持那些 哪些候選人支持香港的 我們支持那些人 那我多謝這個Catherine West OK 她支持香港進去 我們要督促她 真是兌現她原先的成功 我不看好 英國會全面改變對中國和香港的政策 不看好的 我希望在這段過程中 大家能夠忍 等 OK 美國搞四次的 這個所謂對香港的緊急狀態令 意思就是 持續淪陷 四個大字 宣告 持續淪陷 沒有一國兩制 沒有香港自由自治人權法治 這個是一個認證 英國都這樣 但講完之後 會不會因為這樣 香港會變成 嘩 碰到了 所以我就說 現在香港 大家看看 我前幾個星期都去過日本 那就是 念如曾陸教授發表了一篇文章 叫 《論港獨的之行合一》 在網上有一看 我都讀過這篇文章出來 分析過這篇文章 未來希望有更多的研討會 可以召開 可以討論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 涉及到一個關鍵的議題 就是關於 這個 這個 是不是要做一個 所謂的 就是 我們 目標上面 手段上面 一個手段上面的改變 就是不再做那麼多文化活動 不再做那麼多的制裁措施 國際倡議 那些全部加起來 四成力就夠了 那 練總就是說 六成力應該放在 要對中共有直接攻擊的活動 譬如 大翻譯運動 譬如 這是中國人不搞的 就是大翻譯運動 譬如說 你要做一些攻擊 去起訴 當地的海外警察站 就是 觸共諜 這些會直接衝擊到 中國的 共產黨的實力的東西 在國際滲透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些 更值得做 OK 而這件事是我們現在 我的身為有能力做的東西 大家在看這個節目的分散不同的地方 大家想一想 有什麼值得可以做到的東西 還有未來香港 真的要做獨立也好 或者其他的目標也好 我們有沒有一個方略呢 有沒有一個 When and How 我們有沒有講清楚 究竟我們想要做什麼 還有我們怎樣達成這個夢想呢 怎樣Bottom up 而不是有些人出來 我要top down做一些組織 要做一些什麼 事情要怎樣才能夠形成廣泛的共識 營造各國不同離散港人的聲音 這一點是我們需要去好好思考的問題 我不會闖絕地給大家一個答案 這個說真的 做這個節目 闖絕地說的東西出來是沒有意思的 這些事情的話 在幕後努力 在幕後努力 好好做好這件事 是更加重要的 我想這些東西 比做這個衛善庭 Catherine West的瓦拉拉隊監督者 或者是做這個 美國這個第四次 這個緊急狀態的鼓掌者 是更加有意思的 因為那些東西 不會使香港變化的 我們要促進香港的局勢 就是我們要促進香港光復之路 就要知道我們需要怎樣借東風 我們知道東風在哪裡 怎樣去營造東風出來 就是中共的倒台 這件事是重要的 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層次究竟包括些什麼東西 這些是我們需要去討論的問題 OK 所以我想光復之路 是有一段長路的 我們要承認的 而我們要做到這件事 需要現在開始做好準備 時間不多的了 OK 希望大家要珍惜把握現在 OK 這一節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其他議題 尤其是關於這個 余慧明 這宗四十七人案 他的發現令我相當感動 我們下一節再講